老子好, 印尼餐廳搬新鋪, 換新鋪 令人耳目一身 黑盒廚藝大菜 一種年輕的廚師比賽廚藝 比創意, 爭奪冠軍寶座 師父帶勞, 品嘗深正前鳴燒鵝 還有巧克力玫瑰花甜品, 香甜美味 立即一齊, 吃得豐收 吃完美, 山珍海味 吃個個個讚美 放上香蕉鑽起你 永無雙充抹大忌 Best of life, 送菜太微微 Best of life, 實在是… 師父, 大雞仔 嘉欣, 你來幹什麼? 我來賺錢 師父, 我們兩位到了 今天有什麼升級推薦? 今天厲害, 帶你們見識一下大場面 大場面?那一定有好東西吃 那倒不知道, 我們看廚師大賽 要冠軍誕生之後 我才知道有否好東西吃 不如看他們比賽吧 來吧 這個比賽已經是第三次在香港舉行 參賽的全都是35歲以下的年輕廚師 而冠軍可以代表香港 去到澳洲參加全球總決賽 師父 是 參加這個比賽, 廚師可以用什麼材料? 材料厲害了 在盒子裡, 叫黑盒廚藝大賽 對嗎? 看錯, 我們吃 澳洲有機自然, 羊肉 這個羊肉 這個牛肉這麼胖 就像澳洲和牛 其實除了澳洲羊肉和牛肉 在黑盒裡, 還有很多其他材料 包括新鮮水果和蔬菜 主辦單位表示 舉辦這個比賽是想鼓勵年輕廚師 在團隊環境之下 互相切磋, 增進傳藝 每隊參賽者比賽前一天 先收到黑盒, 才知道什麼材料 他們轉一小時之內構思四道菜 包括前菜、湯、煮菜和甜品 想好餐單 參賽隊伍就可以有24小時籌備材色 然後提供完成作品 給評判知識和評分 麥哥 是 師傅, 你是隊伍, 你很有經驗 是 你怎麼帶領新的廚師贏這個比賽 對 叫他們黑庫耐勞一點 人人都要 因為這次黑盒昨天才知道 所以成立都要新鮮製作 所以他們熬了一晚通宵 即是從看到黑盒到現在都不用睡了 沒睡過 Yuki很緊張的樣子 你好 是緊張還是不夠睡?還是熬夜? 兩樣了 進廚多久? 兩年 兩年?這樣很新, 當然很緊張 是不是第一次參加這個比賽? 對… 那你穿拿手的是什麼? 吃甜品 別妨礙別人做事, 有人… 是嗎? 這次比賽, 評判會就餐單設計 菜式味道、烹飪技巧 創意和衛生情況等各方面評分 除了評判, 我們也有機會試吃 每隊參賽廚師會製作五份菜式 四份給評判 一份就是給在場其他人試試吃 我們當然不會輸, 而頭盤大會指定 一定要用羊肉 這麼快就煮了兩碟了 師傅, 快試試吧 試試吧 這個… 這是什麼?師傅 這個大雀仔實色 我也試過 奶味很重 奶油是嗎? 是, 是忌廉芝士嗎? 我覺得忌廉芝士機會較大 這個做得不錯 是 不錯 幾個特色 這是碎了的, 像中國人炆碎的羊肉 上面這層是什麼呢? 師傅, 只要掛錢 很多果味 菠蘿 菠蘿吃得到, 不僅是菠蘿 這個不錯… 師傅, 我第一次來這類廚藝比賽 你跟著自己是否吃進去? 當然沒有, 哪有人請我參加廚藝比賽 看完你的節目就請你做評判 我可以進去 我可以進去嗎? 有了, 是嗎? 菠蘿蝦, 我就… 菠蘿蝦一說起來 就微飛色舞了 其實說來說, 菠蘿蝦 真的不是幾樣東西 一定是越舊, 是吧? 菠蘿蝦, 你沒吃過的那個 我們沒有… 接著最精彩的是 原來外國, 歐洲, 不是你美國 歐洲差不多每個地方 菠蘿蝦都有燒豬 一隻一隻, 攪拌, 攪拌 真的有些… 在燒 這樣嗎? 是 這樣要去外國的菠蘿蝦嗎? 重要, 我們去外國的菠蘿蝦比較划 因為外國人膽固醇高 他們不吃過皮 但我們去吃… 我只要一塊皮 最主要吃一塊皮 這麼快, 主要課程 對, 我可以吃了 全部是牛, 你吃牛嗎? 好 我覺得這個樣子好像很英俊 吃這個算不如吃吧 我試試吧 好 你知道人不可以貌相 牛不知道能否貌相呢? 不過外國很流行炆牛, 是不是炆牛嗎? 炆牛 不是炆, 而是炆 不過外國的炆牛和中國的牛腩 簡直是牛腿和炆牛腿 相差一條街這麼軟的技術 我吃完了 這個很特別 就是相差一條街這麼軟的技術 一樣, 這個像樣子 好 是嗎? 這個我覺得看樣子也像樣子 而且我喜歡他們的… 好, 拌菜 拌菜 對, 還有一個… 拌菜像水餃一樣 有餃子, 你看這裡很好笑 對 這個才是牛 你吃不吃生意? 我吃一點 這個很爽, 我想說 是嗎?我剛才吃的很爽 我差點, 我差點大塊 大塊就吃了 你也大塊就吃了? 我小塊, 我不喜歡 師傅, 十早的廚師煮好了 如果你是評判的話 你會給哪兒贏的? 看看樣子 這個樣子怎麼樣?賣相 我喜歡這個, 牛肉很好吃 是 我選而已 師傅, 你可以選幾塊 我覺得這個樣子不錯 這個是牛肉清湯, 我最喜歡喝 去過外國也喝牛肉清湯 甜品也不錯, 還捲一下捲一下 如果讓我猜, 我覺得這個多大機會 對, 這個 經過一眾評判的商議 最後的結果已經有了 得獎節要代表香港參加比賽 我當然要試探他們的參賽賽式 既然如此 要去冠軍餐廳慢慢品嘗 這次師傅還約了美女張秀文 好 謝謝 星哥, 你們很棒, 這裡是冠軍 謝謝… 謝謝 你怎麼構思這麼特別的東西呢 我們用羊肉加雜菌 看到 用低溫的方法 做了羊肉卷 因為沙律, 所以我們加蘋果、菠蘿 還有啤梨, 做出來了 這些碎濕濕的就是啤梨 就是嘴巴的聲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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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吃的 對 聞到很香 一吃下去, 酸酸甜甜很開胃 這個很好吃 像有菠蘿, 為什麼? 有菠蘿 不是啤梨, 出來了啤梨聲嗎? 三天都有 這個真的好吃 我喜歡吃這個, 我覺得很開胃 真的嗎? 稍微收, 不過不是很收 其實兩樣東西都挺合格的 真的有開胃, 酸酸甜甜 有些藥有幾種味道 對, 加起來吃會好吃很多 什麼? 加點 加這個, 加上這個, 一起吃 好 又是酸味, 吊起藥的酥味 加上野菌味 開胃很多 非常好 我們嘗嘗這個南瓜湯 還有這個黑松露餅乾 謝謝 加啤 黑松露餅, 很厲害 還有這個秘密武器 要用來報名器 要怎麼用的? 這個秘密武器 讓你不用弄髒一隻手 就是這樣, 你會蘸的 不過不要弄斷了一塊餅 吃掉一些臭氣, 會失禮人 真的這樣, 吃 挺有趣的 我覺得這個鵪鶉蛋才有趣 我喜歡吃這個 黑蚊蚊 不說你也不知道是什麼? 不說你也不知道 咬一口才知道 原來是半生熟蛋 裡面還酸酸的, 有醋的味道 是否用醋醃的呢? 先嘗嘗 一咬下去, 蛋黃馬上就穿了出來 對, 我還以為是熟的 誰知道原來全部是蛋黃在裡面 可能是啤酒, 不是醋 可能是… 紅酒 酸的紅酒… 很酸的紅酒 廚師做這個南瓜湯很有心思 下面才有一層洋蔥蓉 還有鵪鶉蛋 上面還有火腿, 挺有特色的 這道南瓜湯挺… 挺好喝, 我覺得… 你有沒有煮的味道? 喝, 我經常吃南瓜湯很好喝 對 而且不太稠, 它有時候做得稠 對, 我剛才吃過, 不太稠 鵪鶉蛋很膩 對, 它這個稀稀, 又吃到南瓜味 乾杯… 師傅, 聽過這個酒店很尊貴 我第一次來的 我平常都是拉三味 黏著客人來吃 別開玩笑, 師傅 不是開玩笑的 師傅, 吃鹹茶 申請很難, 又要兩個專櫃的介紹 我才可以慢慢等, 還要排隊 這個好像很吸引, 冠軍就有樣子看 師傅, 雖然說人的外表不重要 但比賽這個也要說個樣子 不過樣子也很漂亮 簡直漂亮, 這個綠色 你又猜不到是什麼? 青藍花 橙色又不知道是什麼? 甘筍 你不是阿星通水給你嗎? 當然, 會有貓子, 沒問題 這個一定是樹蓉, 裡面是肉碎 表面就煎脆了 我覺得這個好像吸引很多 試試看, 有猜錯嗎? 這個真的是肉碎, 應該沒猜錯 你一定是肉醬意粉了 但是這邊的牛腿很軟 你根本不用用力, 一切都可以切開 西藍花好吃嗎? 有特別的嗎? 對, 一個甜, 一個酸 這是哪裡? 是 我覺得這個配搭不錯 黃牛煮得很軟身, 很鮮 這邊有薯蓉加碎肉, 脆脆的, 香口 最好笑的是, 原來秘密武器 還有一個中國芹菜出來了 我還想點個…有他 有西有中 中心合璧 吃到最後就到甜品了 這個甜品有曲奇、士多啤梨汁 上班還有白朱古力慕斯 不知道, 還有用新鮮芒果汁 低溫焗出來的芒果薄脆 薄得腦子跟芒果無法打關係 最後有了 差不多吃完才滲出芒果的香味 試試這個白朱古力慕斯 質感不同, 我們吃的慕斯 它的質感比較硬 比較硬 但其實它的白朱古力慕斯很濃稠 是, 很濃稠, 沒想過這麼濃稠 一搓就融了, 買了兩口融, 為什麼這麼濃稠 反而我喜歡這個餅 這個餅加上士多啤梨也不錯 是嗎? 怎麼樣?你看, 滿不滿意嗎? 滿意 可以了 滿意嗎? 只是地方也值回飄減 對…不用分三尾 這次光明正帶來吃, 多厲害 接下來介紹這間是老字號 開了四十年, 最近還搬了新鋪 感覺換言一身 我聽老闆說, 雖然他們搬去新鋪 但要點堅持做傳統人尼風味 這間新鋪的設計 是希望令人有自身印尼街頭的感覺 這間鎮店之寶是參考老闆的泰公 在一九二零年做街頭熟食小販時 三輪車而做出來的 嘉欣, 大小孩 欣賞這裡的簡約裝修嗎? 不欣賞 好的 你好吧 師傅, 當時看到別人的餐廳裝修 天花板都會用黑色或灰色 這樣行嗎? 現在你的灰色是不錯的 黑色是壯板 原來天花、地黑色 黑色太多, 做完事收不到錢 你想不想收不到錢? 當然不想 對, 別用黑色 其他色, 紅色就行嗎? 紅色又糟了 黑色是陰中之陰, 紅色是陽中之陽 紅色也會打架, 脾氣不好 在牆壁打架怎麼辦? 怎麼辦?還不刺身嗎? 還不刺身嗎? 都不要濟了, 黑色、紅色 不要濟, 記住 好 先喝杯珍多冰 原來剛才問過老闆 這個沒有大樹菠蘿才叫珍多冰 原來有大樹菠蘿的 又有紅色的條條叫雜果冰 我第一次喝珍多冰 我以為是珍多冰被騙 是雜果冰 這個最熟的 印尼沙律, 加多加多, 是嗎? 加多加多? 沒錯 你懂嗎? 沒錯 不知道 假裝吃, 假裝吃 假裝吃 最喜歡吃蝦皮 一定要蘸這個醬, 是嗎? 說到印尼菜, 最喜歡吃巴東牛肉 甜甜的, 香香的 這是香味 這個有點嚼勁 從小時候吃不一樣 從小時候炆得很軟… 像罐頭一樣, 一放下去 它們一咬也不用怎樣咬 現在可能就在香港的口感 口感好像比較強 讓我先學別人, 用手 這樣才夠完美 它的醬汁, 外面的醬汁 很有香味的味道 是否叫香茅? 香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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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茅, 出茅椒的茅 這個我熟了 什麼? 印尼雜錦飯 不過我的年代沒那麼英俊 我年代有一個大的鐵盤 中間堆飯 然後下面一個洞一個洞 有十樣東西在這裡 你知道我們年輕人 二十多歲貪心, 越多東西越好 什麼都有最好 這個只剩五樣東西而已 但這個中間很別致 這樣打開著 而且比較英俊 以前我們哪有一隻雞腿這麼厲害 整個店舖, 整隻雞腿… 大隻仔, 又是你的 大雞腿 又是我 用手的 對 開飯了… 好 來吧… 用手的 用手? 我剛才聽老闆說 他說黃薑飯是起興的時間才能吃 但我想現在不是 現在一年四季都有 不過他還要說不止 如果你印尼吃黃薑飯 是臨到山那麼高 這個是小山 對 然後旁邊放了很多不同的菜 好像吃自助餐一樣 他可能用這個辦法 就縮板了我小時候吃的 中間一堆黃薑飯 旁邊很多不同的菜 只是一個大把的小飯而已 黃薑飯吃過了嗎? 對, 沒試過 黃薑飯也試過 很香 很容易 很容忍 那個味道形成黃薑飯的味道 這個是黃薑的味道 下次他忘記了 你忘記了 吃東西的記憶, 慢慢記得 其實這個我最喜歡吃的 小魚花生 哪個? 誰 誰 小魚花生 試試 對, 麻煩師傅 小魚花生 有什麼特別呢? 特別是爽口脆口 魚炸得脆脆 花生也是 好吃嗎? 有一點 小魚花生 謝謝 我小時候吃這些小魚 我不想小時候吃小魚 我小時候在香港也是 這些鹹魚 一盤這些小魚 加點油、加點鹽 就用來送飯了 好吃 好啊, 吃完飯了 小魚, 切雞 吃雞 這是醬… 醬燒雞 我也沒吃過 我小時候沒這麼厲害 吃雞多數是一盤飯 剛才那些黃薑飯而已 印尼更慘 在印尼每天吃過牛尾湯拌飯 其實印尼和韓國也相似 對, 我們現在吃韓國的泡泡湯 你不會吃飯, 對吧? 不會 原本是一碗湯拌飯就一頓了 好, 我想拌下去 對, 我在印尼吃牛尾湯 一個飯, 一個湯 每天都是牛尾湯 吃了這麼多天, 下午 你昨晚也是嗎? 昨晚也是, 不是印尼, 香港也是 大隻可以了嗎?這麼久? 搞定了 燒雞 試試, 從小時候沒試過的東西 有很多香料味, 有什麼呢? 吃不吃嗎? 花生醬, 有一點酸辣醬 蒜頭, 洋蔥 先診斥, 也不知道是不是 師傅, 剛才大隻叫我問你 是一個問題 他最近認識了一個女生 告訴我, 小小, 21歲 他說想帶他來吃 那就屬馬了 是嗎? 21歲 是 你屬什麼? 虎 馬又不是桃花蓮, 虎又不是桃花蓮 他對你又沒什麼意思 你對他又不是好意思 不用帶他來, 省省一點 朋友而已, 朋友而已 不過屬馬, 今年運氣還可以 排中間, 排第六 身體也排第六 財運也排第六 感情也排第六 三個六, 沒汗 不算 算了… 算了… 師傅, 剛剛吃完這個印尼餐廳 你說得怎麼樣? 環境不錯, 挺舒服的 對, 有四分 食物味道方面 印尼其實我們中國人未必吃得慣 我們比分不公平, 三分半 創意方面也算是有創意 因為以前我吃的那盤飯 是中間一堆飯圍著那些菜 現在一大盤上有一隻雞腿 也算是有創意, 那就四分 Crystal, 你主持的節目 經常介紹高級生活品味給大家 好, 我現在考考你 怎麼可以在家裡吃得招職 又簡單呢? 沒問題, 我知道有一個地方 可以滿足你的要求 跟我來吧 好 Alan, 這間店專賣高級食材 除了有不同的進口美食之外 還有很多名廚 和米芝蓮升級食肆監製 每天即造的名貴招牌菜式 即開即食, 非常方便 我們平時要吃升級的招牌菜式 就一定會去餐廳 但如果我們在家裡煮 又要燜又要燉, 還不一定做得好吃 對, 特別是煮巴心似土 煮得好吃, 真的很難 這裡將煮好的菜式 入烤箱或真空包裝 我們回家煮熱就可以吃了 一個地方可以試吃 很多大廚的招牌拿手菜 真的很方便 這些即食肝包, 只要將元代真空鮑魚 放在熱水裡加熱 配一袋鮑汁, 加熱就可以吃了 我知道很多名人、明星 到新加坡都會試李祥豪師傅的手勢 我也很想試試他煮你的鮑魚 除了熱質之外, 鮑魚一樣可以凍食 這道清酒鮑魚 是由香港十大名廚之一的 李駒師傅炮製的 看見也很想吃 我們先坐下, 慢慢嘗嘗吧 鮑魚, 吃吧 這道鮑魚夠新的東西 有很香的酒味, 又軟又軟 很香 於是我這道糖心鮑魚, 真是很香濃入味 我知道李祥豪師傅 從爺爺開始三代都是鮑魚專家 怪不得知這麼多人都想一試這道鮑魚 你剛才還說這裡有其他星級餐廳 這道鮑魚的招牌菜, 在哪裡呢? 快點介紹給我吧 沒問題, 很多人都喜歡吃懷舊的菜式 但又沒時間煮 這道道由米芝蓮升級食市 主力的蝦子柚皮就適合了 柚皮煮得軟綿, 又沒有苦澀味 入口鬆化, 還有蝦子鮮味 還有蝦子鮮味, 還有蝦子鮮味 還有蝦子鮮味, 還有蝦子鮮味 還有蝦子鮮味, 蝦子鮮味 鮮味, 牛腮鮮味 牛腮鮮味, 柔軟又軟, 我喜歡 除了一系列的名廚出品之外 這裡還有秘製的住家菜 就像這道古法糖醋骨一樣 絕不公厚, 用來送飯自己一流 我這道陳年租路的糖心蛋 是用德國大蛋和上海花雕來做 浸足三天, 現在很香的酒味 還有它的膽子很軟綿綿綿 我真的很想一口吃光 有了這些方便的即食菜 你以後在家裡也可以品嘗到 升級的美食 是, 我也想買定點在家裡 我們收的東西隨時有得吃 立即入貨 我也要 師父 是 剛去完一間店舖 試了很多不同的名廚美食 名廚美食? 對 我有興趣, 怎麼不叫我? 八點鐘就餓 餓了 餓了 有什麼吃得這麼厲害? 鮑魚, 師父 鮑魚對我來說是碎料 我家裡零食就是鮑魚 經常喝一杯白酒 有一點口癢就開碗鮑魚來吃 我也想吃零食 還有不只, 我也不餓了 鮑魚粥更濕碎 鮑魚汁也不是鮑魚粥 還有鮑魚, 還有什麼? 師父, 不要說那麼多 下次叫我 一定要叫我吃鮑魚 你別叫我, 下次不叫你… 不要 今天我們來深井吃燒鵝 為何要特地選擇這間呢 是有原因的, 你要吃過才知道 師父 是 正燒鵝最好用什麼鵝呢? 最好用黑中鵝 這就是鵝肉質剛剛好, 尺寸剛剛好 師父, 我知道這隻鵝是在廣州 鵝床運下來的 養八十到九十天就會… 那你也會, 以前你養鵝 你會在廣州羊嗎? 那你去紐約一定會很多中國文化 對吧?那這些知道是什麼嗎? 這些不太會 這個叫… Starnese, 英文 英文是Starnese 這個叫…八角 八角 有花椒 是 這個呢? 貝利香草 香葉 果皮實色 果皮 草果實色 這個我沒見過, 沙薑我見得多 沙薑粒, 我第一次見過 這個甘草實色, 我小時候沒錢 買豆檸甘草凍零食 這個甘草稍後也有味道 這些醃裂要24小時 我包著它才能燒得到 你就知道多和味 這隻燒鵝就是師傅的心碎推介 師傅還說最重要是燒完馬上吃 熱熱辣, 香噴噴 包裹好味道大家吃得停不了口 不然吃燒鵝, 人不會傻 就不會變成你了 你, 大哥, 大哥 你喜歡吃什麼胸胃? 胸胃? 胸胃? 不用問 對, 你吃胸胃, 你吃什麼? 我吃皮 你吃皮, 只會拿出皮 我一定吃這個… 這個, 因為這個腳圍著皮 你最喜歡吃皮, 師傅 老闆介紹, 說是這個辣骨最好吃 這就是這個 這塊? 因為醃料都入味 淡淡肉, 還要喜歡 真的, 皮很脆 很脆 很脆 皮很脆 很脆 現在的燒鵝也是為燒的 為何燒? 現在有些是用汽油 不過老闆用炭鹿, 炭燒的 會比較香? 對 平時你去燒烤那些大火? 一把, 一聲, 很快 但這個用炭鹿就很棘手 炭的有油滴, 會炸出火 不可以放到自身自滅 偶爾夾一下, 會不會燒焦 明白 燒45分鐘 200度至300度的溫度 所以我們家裡燒不了 秘密武器 有… 出場了 什麼? 什麼 一般人吃我蘸酸梅醬 我吃我蘸鵝醬汁 燒鵝裡面流出來的醬汁 老闆還加上香料 這個好吃的酸梅醬 但是要你才有嗎? 你看到老闆私人要求就行了 但是要說蘇師傅說的 要說他們認識蘇師傅才有 美女就有, 他就問少許 我就要說蘇師傅 她燒一點 好吃, 試試看 我沒試過, 每次都會蘸這些醬汁 所以吃東西有點秘訣 吃東西很重的肉汁, 本身的味道 對, 整個口感不同了 現在很汁 你就知道為什麼要帶你來這裡吃 一來皮是脆的 然後殼裡面的醃料都在這裡 吸收了味道 再加上醬汁, 滑濃點蒸 而且吃過原來有季節 原來不是一年四季都好吃 有時候中秋前後交界時 肉很硬的 所以有時候吃得很硬的, 咬不入 我也有 那就跟別人的店舖有關了 是季節問題 現在吃季節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是嗎 好 師傅 謝謝 喝湯 喝湯 這個淮山紀子燉裸頭 這個裸頭 我先喝湯 挺好吃的 清 就是罐頭的 你跟著多點吃飯 因為每一頓吃飯一定要點湯 來到這裡一定要點這個裸頭湯 好 這個清, 比我想像中清 它有這麼多料, 你覺得色 一定要有這麼多料, 你要小心 逢是喝湯, 一定要看湯有多少 你看到湯沒有什麼湯汁 一大撥湯, 又很好喝的 你就知道嗎 肯定加這個 喝完後頭就發一下發一下 吃蝦了 好 吃蝦你每次都叫的, 師傅 一定要, 這是它的招牌菜 這是椒鹽蝦, 用的蝦是新鮮的 有時用海蝦, 有時用花竹蝦 看看是什麼季節 總之用最好吃的蝦, 老闆說 皮, 殼也脆了 我喜歡它有一點辣辣的 不過不會說辣到不能吃 你能吃辣的, 師傅 吃蝦就不行, 斯文的 一定用手, 沒辦法 不是, 剝不上殼 甜的, 有嚼勁, 好吃 大隻, 你吃飯 我們先吃蟹蓋 好 很多膏, 麻煩你 你喜歡吃蟹嗎? 喜歡, 這樣吃 喜歡? 是嗎? 喜歡, 謝謝 蟹又喜歡吃, 我又喜歡吃蝦 我最喜歡吃 今天, 適合你了, 是嗎? 今天可以吃蟹蓋飯 你們真的最喜歡吃 蟹蓋很香 要用炒角膏蟹 蟹的味道就加了糯米飯 糯米飯的味道就加到蟹裡 兩樣都… 會吸收了味道 兩樣的味道, 混合了 開心 你吃不吃海鮮? 吃海鮮 蟹粥也要放進海裡 就是繁殖 對…所以你吃不到這麼多膏蟹 來香港, 吃一半 好 但是蟹吸了糯米飯的味道 是, 好吃吧 糯米飯, 通常有雞、菇、蝦 你以為糯米雞嗎? 這個叫做臘味糯米飯 有臘味、蝦米, 炒完再蒸 不是你吃糯米雞 好吃吧 好吃 有一個… 蟹粥也吃了很多蟹粥在裡面 你滿意嗎, 甘春 滿意… 滿意, 好吃 好吃 Pastler, 我以前是我的生活 我好少會外出吃飯 大部分都是在家裡煮東西吃 所以我特別喜歡 有漂亮、有實用的廚具 其實近年越來越多 香港人喜歡學煮菜 還有學習甜品 所以大家對廚具的要求也高了很多 我有一些設計得又漂亮 又省時間的好東西介紹給你 好, 跟我來 這間廚具用品店 搜羅了很多著名的外國優質品牌 不少設計, 還像時裝一樣緊貼潮流 Alan看到這麼多色彩繽紛的廚具 是不是很開心呢 對, 其實廚房不只是煮食的地方 更可以提高生活品味和樂趣的空間 有些漂亮的廚具煮食 人得比較精神 現在的廚具越來越新奇又有趣 不過人們通常只看它的外表 都不知道怎樣用 那Crystal,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個好像真空盒一樣 但裡面有刀片的 這個就是沙拉菜切割器 只要放些菜進去, 盒上蓋子 再拉幾下, 沙拉菜就一次過切好 倒出來就能吃, 不用砍斑切菜 連小朋友都能做得到 我喜歡喝新鮮粟米做的湯 用這個粟米粒切割器 由上至下一推 一粒粒完整的粟米粒就出來了 好, 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煮菜或煮汁, 很多時候都會用到蒜蓉 只要放兩至三粒蒜頭進去 這部車制造型的切碎器 在桌面滾兩滾, 安全又衛生 蒜蓉輕鬆搞定了 如果想一張蒜頭切片 就可以用這個切片器扭兩扭 一片片的蒜片就在下面出來了 蘸果是我們女士們的自愛 除了就這樣吃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用來做甜品 我知道, 如果有些好處幫忙 那就可以省時間了 沒錯, 像這款廚具一樣 只要放一顆士多啤梨進去 一按鍵, 全部變成片 除了士多啤梨 香蕉就可以用這個專用器 一按就完成 無論技術的香蕉, 切片也沒問題 至於把西柚起肉, 也是這麼容易 沿著果肉邊位, 把工具插進去 按一下, 果肉就自動出來了 先把整桌都是, 怎麼辦 不用怕, 我幫你 這部機器有300毫升的容量 餅乾水、棉花水 都可以吸收得住 而且可以換口 窄位, 邊位都沒問題 Crystal, 天氣這麼熱 不如我請你吃雪糕吧 用這個工具幫忙 可以一次過把大大的雪糕 蓋住房子在甜筒上 在家裡做甜筒, 很容易 對, 這裡的廚具真是又實用又有趣 我要帶回家享受入廚落 不過現在就讓我享受這瓶甜筒 師傅 是 剛才看到廚具小幫手 然後他們有些士多啤梨按一次 然後士多啤梨切片 然後船蓉的力氣轉 然後變成蓉了, 多有趣 我在歐洲電視, 每天都在看 全部都是膠的 對 不如有條鐵的鞋鑽一聲 你也嘗嘗 濕濕碎, 不過大廚怎會用這些小幫手 大廚有筋斑, 大量的人幫我切 用這些嗎? Alan, 其實我自己也很喜歡做甜品 所以我很羨慕你 你每次都可以跟不同的師傅 學做不同的甜品 對, 我每次學習也有東西 包包, 而且可以嘗嘗很多新的口味 我想知道如何用玫瑰花和乳 來做甜品, 你有試過嗎? 沒試過, 不過這個意志挺好 幸好我適合餅廚在附近 所以我現在去學習, 你現在去購物吧 再見 再見 Eric Poon曾經是地獄廚神 Gordon Ramsey 旗下的米芝蓮三星餐廳任職 擅長西餐和甜品創作 上年還跟拍檔開始了一間紅陪工作室 Eric 用花做甜品, 好像故意做來噴一下女生 不是, 像今天做的珠菇利玫瑰花撻 其實味道很濃 所以挺適合男士吃的 首先把三樣東西混在一起, 放在鍋裡 好 然後麵粉和Almond Powder 攪拌均勻後可以把牛油加進去 好 一次過加進去 好, 接著要用兩隻手 把麵粉和牛油拿成一起 把麵粉和混合在一起 然後像洗米一樣 我不知道有沒有洗過米 把麵粉搓 變成粉狀和牛油容易混合在一起 好, 差不多了 之後我們把蛋 裡面也有少許蘑菇拿油和鹽 把它一次過倒進去 這樣就可以拿著 看到嗎? 這些液體和乾的東西 把它混合在一起 變成慢慢成了一個麵糰 把它拿成一塊 好, 差不多把麵糰搓了 把手指黏住, 別浪費了 把麵糰撕出來, 把它黏在一起 好, 我們把搓好的麵糰放在鍋上 對, 壓扁 之後用保鮮紙包好 好, 現在包好之後 先拿去雪櫃雪 好, 先把雪硬了 Eric, 雪硬了 硬了之後, 我們就開始攪拌了 攪拌得多薄呢? 我猜大約2mm至3mm厚度 我們吃一吃撻的皮薄餡 好, 現在完成了 我們可以放在帽子裡 好, 這裡呢 放在帽子裡需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本身很薄, 很容易爛 所以我們要捲一捲 好, 我們完成之後 可以放在那個撻底上面 好, 現在我們把多餘的 把它拌走 之後我們開始捏了 好, 之後呢 攪拌好之後, 我們可以攪拌了 對了, 將多餘的, 把它拌走 對了, 拌好之後, 把它冰硬 好 冰硬之後才可以烤 好, 我們的撻底雪好了 對了, 之後我們拿去烤 不過我們烤的時候會不會膨脹? 會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方法 防止膨脹, 用材料剪一剪 是用材料剪一剪 之後再用重的材料炸一炸 重的材料可以用你家裡現成有的材料 譬如米, 或者紅豆, 或者什麼豆 對, 最重要是可以進焗爐的材料 好, 我們攪拌好之後 我們要烤多久, 還有什麼溫度呢? 對, 之後我們把它放進 預熱了180度的焗爐裡面 焗大概30分鐘左右 但首先20分鐘, 要用一些豆去壓住 當焗完20分鐘之後 把豆拿走, 之後繼續去烤 烤到紅色為止 玫瑰漿很簡單, 看到有些玫瑰花 是 之後可以放進鍋裡 一次過放進去 好, 之後加水 是 還有糖, 一座砂糖和玫瑰糖 剛才的花, 最好是之前用糖醃過夜 之後讓玫瑰花味全出來了 之後將它煮滾了之後 焗小火, 煮至稠稠,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現在我們煮了大概30分鐘 看到已經很稠稠了嗎? 對, 最後要加芬蘭香油 好 因為芬蘭香油太早加進去 味道走光 對, 加進去之後攪拌 攪拌後已經完成了 好, 好 聞到很香 真的很香, 嘗嘗 好, 我們現在做的雪巴了, 對嗎 首先將糖和水混合在一起 可以攪拌均勻 當我們將糖和水煮溶後 再加上水煮溶後再加進白酒 好, 現在把水煮溶後的糖水 轉到另一盒裡 把白酒一次過加進去 把液體倒進去 一邊倒到一邊發, 對了 慢慢慢慢 對, 到最後加上檸檬汁 已經完成了 好, 現在我們開機 之後攪拌20分鐘至30分鐘左右 之後已經完成了 好, Eric, 我已經幫你用了朱古力 好, 之後我們要做的朱古力沖沖 好 首先將蜜糖和忌廉混合在一起 好, 蜜糖溶後 將忌廉倒進朱古力裡 好 我們要分三次加 對, 每次加完一次後 都慢慢攪拌均勻 對 攪拌完之後 好, 沖都熟好了 我們現在可以拌的餅子, 是嗎 對, 首先把玫瑰醬塗在底部 好 好 將玫瑰醬均勻塗在批底部 然後再倒滿香濃的朱古力餡料 應酷後就可以切出來了 要切大塊一點給師傅 上碟當然要砌得更好看 將魚落雪巴刮成橫形 而在玫瑰朱古力撻上 就放上一片玫瑰花反電絕 最後灑上少許玫瑰花碎, 完成了 好, 這樣已經完成了 這樣就成功? 對了… 好, 謝謝… 我第一次用玫瑰花做的甜品 我現在拿給師傅嘗嘗 好, 那快點吧 謝謝 好 師傅 這是什麼? 這就是玫瑰花朱古力撻 加上這個… 吃東西呢? 吃得多吃東西的人 不會變成蘿蔔, 不用變成蘿蔔 還要很老實 是嗎? 試吃吧… 老公, 像花園走過來一樣 那些玫瑰花 是 你是不是在我家裡摘? 是 挺好吃的 不過我們要煮飯了, 還要吃 好 知道要煮什麼嗎? 蕃茄雞 不是蕃茄雞那麼簡單 師傅說是煮蕃茄紅蘿蔔雞湯 我喜歡吃蕃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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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 應該不吃蕃茄 但很甜 我們在我家裡經常種蕃茄 但我經常覺得咬下去很酸 這是怎樣, 師傅 這很簡單, 首先放油 爆香的雞, 蒜頭 再放洋蔥 然後放水, 加紅蘿蔔和蕃茄 一鍋煮熟 完成了 完成了, 就等了 這麼簡單? 簡單 其實煮飯經常這麼簡單 什麼時候比複雜蕃茄 又說一句, 原來爆一下雞 鎖住肉汁 師傅, 你最拿手煮什麼? 豉油雞 豉油雞 還有燜圓體 這個雞現在我們想煮到什麼食杖 再加其他… 其實是否爆一下 最主要是看皮 秘訣是皮一定會變金黃色 轉色 對, 轉色才鎖住肉汁 否則後果煮出來, 雞全會鹹滑滑 煮到差不多了 現在差不多了 先加蒜頭 可以加蒜頭 反而不是一開始就加了 洋蔥 因為我們一開始要先把雞 看到了 蒜頭又不能加, 蒜頭一加就濕了 然後不能爆出雞 師傅, 為什麼你會想到做這個菜 果然不開胃, 又不想吃飯 就做這個菜 因為蕃茄酸酸甜 對, 蕃茄開胃 而且這個煮出來其實是湯 是湯? 對, 稍後加很多水 然後這個不是吃飯的 是用來吃麵的 麵? 然後每年就把湯倒進去 把雞倒進去, 這樣吃 好, 完成 糖、月水 整盤水? 對, 整盤水 可能要加很多, 全部都不足夠 要加這麼多? 對, 因為都說這是湯 然後… 要做什麼? 土抽 土抽 生抽 糖 鹽 夠了 好 然後攪拌一下 其他功夫就是你做的 來吧, 放好蕃茄、紅蘿蔔 就完成了 用手可以嗎? 可以 現在要等它融化 對, 蓋上去吧 好 我們又可以等它滾了之後 做什麼? 再慢慢加, 又去踢足球 聊聊天, 打四圈 打完四圈回來, 剛剛好 很香 很香 番茄完全不見了 對, 還沒想到 放在湯裡面 聞不到味道 上湯就上湯, 上湯就沒氣了 秘密武器出場了 平時上海麵也可以, 方便麵也可以 或是日本烏冬特 原來是用來拌湯喝的 所以要這麼多湯就是這樣 我喜歡我的麵, 慢慢吃 慢慢吃 硬硬的 好, 你慢慢吃吧 好 我的麵最大 真的最大 先拿湯, 湯水煮得熟的 一斤 送麵一流 它真的很入味 還有, 我覺得清淡的 我的麵剛剛好 你的麵浸到下班就不能吃了 觀眾不像這樣 平時我們煮好麵 再倒湯, 不用水 不用水煮的, 不用像這樣 不, 你應該從來這樣煎最好吃 你說好吃就好吃 這頓知道味道嗎? 好吃 好吃… 好吃 好吃, 很好吃 好吃也不停泡, 所以不再去 但我全都沒有了 不做不少 出品 這道真的 很需要 還有一段視頻 用開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